这个 苏老师 在您一上来啊 啥都不说 来爆撒料 请问 你这同学 丁子同学怎么样 好 好同学 毛病是什么 毛病是 好多毛病 生活细节 比如说 比如说 衣服必须贼白 必须贼白 干净利落 然后 他那个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 因为他住在我的 就下铺 这个下边这个 第一 那时候还有香水很少 但是每天 他那小被窝香香的 很香水 花露水 英国的天 那被子晒得萱萱的 我们都是差不多行 人家就必须是弄得 干干净净的 我们那个副作者 他最香的被窝 花露水 对 没有香水 对生活有一定的 这是花露水 那时候没有香水 你看 再来我们这 我们这节目录了五年了 头一次有嘉宾说 给主持人买了杯咖啡 我的天哪 对 没有 这是 我那个经年 这是 不是 人家给 我们都是主持人 给嘉宾买咖啡 哪有这情况 直接咖啡就上了 今天看见回头钱了 对不对 对 还能这样的呢 对 那不知道啊 我说我价子怎么那么低 35 25就来了呢 是 原来是这样 都算了 没有 买错了 对对 买错了 买错了 下次买两瓶 买错了 你看人家这衣服穿的 你就看人家袜子 都知道跟鞋配个同色的 对 没有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最有意思啊 杜杜一来 一上来之后 我差点喷了 第一是惊讶了 完了呢 他这个小西装啊 就刚才不是没让我穿吗 说爬格子你知道吗 我要穿上西装撞衫了 你俩一样啊 不是 差不多都是这种面料的 都是这有点折折轰轰的 你知道吗 我们当年跟老冯啊 还有小杨 我们几个当年就特别有意思啊 分头都出去商场 回来买的西装 基本一个路 是 格子 面料 都差不多 完了说 回来就撞衫 真是一波老师叫的 就是审美啊 你也不是老师 我上那商店 你上那商店 买回来都差不多 对 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心里边那种默契吧 嗯